歌王林俊傑舉辦了世界巡迴演唱會 那麼3月9號以及10號從成都開跑 接下來向陸續到中國各地開唱 不過呢卻是在成都登台前戲 重感冒發高燒 他就硬撐著身體上台演出 那麼中途還到救護車進行噴霧治療 那粉絲就講了 真的好心疼 林俊傑昨天分享了演唱會後台的Vlog 原來她在巡迴之前就感冒了 那麼抵達成都之後又著涼 彩排完全發不出聲音 所幸吃了藥之後是有好轉了 而且也完成了演唱會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